哈囉 創業家們 今天企業經營的還順利嗎 這個影片要與你分享的是 《流論5分鐘商學院基礎》的第70獎 面向績效 夢想歸夢想 績效歸績效 我們在第66獎激發善意的時候有提到 美國西南航空呢 在911之後 其他眾多航空公司紛紛裁員之下 西南航空堅持不裁員 結果激發了大家的善意 想盡一切辦法幫公司省錢甚至捐錢 最終大家同心協力度過了難關 可是你要去想想 萬一 假如萬一 大家怎麼省錢都沒用 最後現金流都快斷裂了 西南航空還會堅持不裁員嗎 假如你是管理階層 在你面前有兩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是 才一千個人會讓剩下九千個人可以活得下來 第二個選項是 堅持不裁員 但過了一個時間點之後 一萬個人全部都沒有工作 你會做出怎麼樣的選擇呢 這就要提到今天要與你分享的概念 面向績效 要知道管理不永遠都是大團圓結局 管理還要時常做出真正艱難的決定 管理的目的就是要能夠激發眾人達成績效 而績效就是達成公司的經營目標 讓公司得以長久永續的經營下去 在2004年的時候啊 中國聯想集團呢 大規模的裁員 因為這家公司一直鼓勵大家把公司當成家 可是 當有一天突然決定不要你的時候 就請你在兩小時之內離開 一位傷透了心的員工 寫了一篇文章 家公司不是家 在網路上被瘋狂轉載 讓很多人都心有氣氣焉 我們可以想一下 西南航空的堅持不裁員 和聯想集團連家人都裁掉的選擇 哪一個才是正確的管理決定呢 其實啊 為了績效 聯想集團認為必須要立即執行 否則企業連長期長什麼樣都會看不見 所以後來呢 聯想集團的董事長出面道歉 並跟大家講說 對不起 裁員是因為公司犯了重大的戰略決策錯誤 而同時 他們也開始在企業的親情文化當中 加入了績效文化 走過那一段公司歲月之後 求生存才能求發展 這就讓我想到之前網路上看到的 關於Netflix瘋狂的傭兵職場文化 Netflix很妙 他們並沒有像一般矽谷 像Google那樣的派對文化 反而是那種超高報酬的傭兵文化 而且根據統計 Netflix的資深工程師 他們的薪水平均比Google高出60%以上 但獲得這樣高薪的同時 就是要能夠接受Netflix的高壓工作環境 像他們公司每年固定淘汰最後的10% 你想想看 你可以經得起刷幾次 如果你不是真的有兩把刷子 在這個環境呢 遲早會被刷掉 而Netflix啊 他們也直接在公司內部 白紙黑字的寫說 我們不是一家人 家人只有無限的愛與包容 家人必須容忍一切錯誤與失敗 而Netflix要的不是忠誠 只要能夠作戰的英雄 他們的價值觀是 一個A咖比兩個B咖便宜 所以他們只要A咖中的A咖 更願意為A咖付出 超出市場行情的薪水以及福利 假如你不是真正的A咖呢 很抱歉 你可能隨時都會滾蛋 哇哦 雖然我們不一定要把公司經營得像Netflix這樣 但如果我們是管理者 也更要去認清啊 管理從來不曾性感過 而要理解這件事情呢 就要理解公司裡的兩層關係 公司裡的第一層關係呢 就是董事會為代表的所有股東 和以CEO為代表的管理層間的關係 CEO就是首席執行官 只是管理層的最高代表 負責執行董事會對績效的要求 這一層的關係呢 就叫做治理 而第二層關係 是以CEO為代表的管理層 和員工之間的關係 管理層和員工之間的關係 交錯複雜 層層匯報 互相包含 很難清楚的區別開來 但如果我們真的要畫一條界線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會分為 能參加CEO月會會議的那一層 就叫做核心管理層 而無法參加的人呢 都叫員工 而核心管理層和員工之間的關係 就叫做管理 那董事會這邊呢 負責把公司的願景 改變世界的夢想等等 翻譯成經營的績效目標 而管理層呢 則負責達成這個目標 要知道夢想歸夢想 績效歸績效 管理層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使命必達 對績效負責 所以啊 在管理層對績效負責的部分呢 要懂得平衡這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分清楚功勞與苦勞 我們常聽到人們說 就算我沒有功勞 也有苦勞啊 大部分人呢 可能只關注自己的付出 但並不關心產出的成果 可是作為管理者 我們要清楚 我們應該要為苦勞鼓掌 但是要為功勞付錢 要懂得平衡的第二件事就是 夢想與現實 活著是目的還是手段 當活著不是問題的時候 活著是手段意義才是目的 可是當活著都成問題的時候 活著就是目的本身 企業也是一樣 賺錢是目的還是手段 當賺錢不是問題的時候呢 賺錢就是手段 夢想才是目的 可是當賺錢都成問題的時候 賺錢就是目的本身啊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要懂得平衡的第三件事就是 理論與實踐 每過一段時間呢 管理學界就會流行一些新鮮有趣的管理理論 很多人就會像追星一樣 追逐這些最新最炫的管理理論 並且不斷的鑽到這些牛角尖裡面 但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說啊 管理首先是實踐 有用的就是好的 新的漂亮的 但沒有用就不一定是好的 管理不永遠都是大團圓結局 管理還要時常做出真正艱難的決定 公司裡的第一層關係 是以董事會為代表的所有股東 和以CEO為代表的管理層之間的關係 另一層關係 是以CEO為代表的管理層 和員工之間的關係 對績效負責要懂得平衡三件事 第一 功勞與苦勞 第二 夢想與現實 第三 理論與實踐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期待今天影片 能夠幫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 我在商業模式 網路行銷 人工智慧的修煉筆記的話 歡迎你掃描畫面當中QQCode 到我網站去看更多唷 我 松華君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